大家好,我是中国台湾网的主持人浩阳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有着京郊明珠之称的北京市怀柔区 这里正在进行京台科技论坛2020京台美丽乡村论坛 本次论坛邀请到两岸与乡村休闲农业、民宿产业、乡村发展相关的协会组织 专家学者、从业人员约200人参与到了本次论坛 本次论坛以新农村新视野、新民宿为主题 分为主论坛、分论坛演讲及实地交流等活动 本次论坛也围绕着美丽乡村环境治理、民宿及产业发展等议题进行交流研讨、优势互补 目的也是进一步增进京台两地的交流合作 共同推动两岸的美丽乡村建设和民宿产业发展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开幕式上,怀柔区副局长高宗耀、中华农业创新学会会长 徐进发分别进行致辞 怀柔区副局长高宗耀表示 近年来,怀柔区借助自然生态优势、大力盘活农村闲置资源 推动乡村民族、民宿旅游产业与科技创新、特色文化有机融合 成功创建国家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 全区精品民宿数量居全市首位 今天,两岸朋友圆距怀柔 围绕新农村、新视野、新民宿主题 开展交流研讨、凝结智慧、提炼经验、探索思路 一定会为京台两地在三农领域实现合作共赢 注入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中华农业创新学会会长徐进发表示 21世纪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伟大世纪 两岸之间更是有血浓于水的感情 我们都是一家人 有着太多可以互相学习分享的地方 海峡两岸的交流与互动 在众多前辈的努力耕耘下 已经奠定了良好基础 希望接下来能够进一步深化合作 共创双赢 开幕式结束后 分别举行了2020京台美丽乡村论坛主论坛演讲 以及民宿发展分论坛 环境治理与产业发展分论坛研讨 和民宿项目交流会 此次论坛成功举办 不但会在增进京台两地 深厚友情上发挥重要作用 而且必将形成更加丰富的经验成果 推动京台两地的交流交往更加深入 这次来参加美丽乡村论坛 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尤其是今年 咱们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两岸的交流非常非常的困难 但是就是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都是愿意来在这边相互学习 共同成长 为两岸的和平 还有相关的民宿 还有文旅 这个部分能够有更好的成长 我觉得就是透过各种论坛交流互访 然后相互学习 一起共同成长 把台湾早先发展的这种民宿 还有乡村振兴的这个部分 把这个优点 然后在大陆能够透过这个实践 那大陆这边也有相当多的好山好水 我觉得这个是台湾比较少的 尤其是很多在历史文化上的这种 很老的这种村落 其实可以透过这种乡村振兴 能够发扬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 然后把这样的一个文化 传播到全世界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